大家好 去年2019年9月 我写过一篇文章 是关于华为手机的云备份的 在以前华为的云备份 它是那种完整备份 每次整机备份的文件很大 光是照片和视频就得二三十个G 它免费送的那个5GB根本不够用 纯粹是摆设 需要付费购买更多更大的云空间 才能享受到华为手机的云备份功能 如果关闭了云备份功能 那么我们还会经常定期的收到华为的通知 说是为了安全着想 让我们打开云备份 我当时在文章里给的建议是 建议华为给云备份 增加一个自定义选项 让用户可以选择 备份哪些项目 不备份哪些项目 比如照片和视频这一项 可以选择不备份 因为照片和视频 每天或者每周增加的容量比较大 它占用的空间也很大 另外它可以通过数据线 把手机的照片和视频 快速地导到电脑里 可以手动做备份 说到这儿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华为的手机其实早就带选择功能了 可以关闭照片和视频 这个我要说一下 你看到的那个是同步 是那种实时同步 我说的这是云备份 这是两项功能 这篇文章发布后大约12个小时 文章的阅读量就超过了3万 评论转发和收藏合计超过了700 可惜的是 在文章发布后不到20个小时 文章就被删除了 后来华为员工也看到了这篇文章 和我联系 沟通这个问题 华为的技术说 这项功能已经在测试板里做了 当时还是EMUI9 但当我升级到EMUI10的时候 还没发现改进 可没想到在2020年的4月10号 随着华为云备份这个APP的更新 华为手机的云备份 终于支持自定义的云备份了 给华为点个赞 下面具体分享一下 华为云备份的使用方法 和我的一些建议 首先先打开华为的应用市场 然后找到这个应用 叫华为云空间 注意这个应用的版本和更新时间 时间是2020年的4月9号 版本号是10.6.2.300 更新完成之后 打开应用 这是华为云空间云备份的一个主界面 上面有三个按钮 第一个是云备份 下面那一组是同步 第一项是图库 现在是已关闭 然后下面的联系人 日历、备忘录、浏览器 这些都是云同步 不是云备份 这个云同步功能以前就有 进入第一个按钮 云备份 这是云备份的主界面 下面有一个叫恢复数据 上面写着上次备份 是2019年的11月1号 在云空间上 我只保留了这一个节点 当时手机做过清理 所以可以在免费的5G空间里 做云备份 这次应用更新主要多了一个备份选项 这个备份选项在之前的应用里是没有的 用户可以自定义选择是否备份信息 通话记录、骚扰拦截等等 其中有一项是图库 我这个手机当前占用了16.5GB 还有一个音乐 音乐占了249GB 现在可以手动把音乐和图库关掉 最后一项是应用数据 它的提示是Beta 应该是还没有开发好 是Beta测试版 在这个选项里可以手动关闭 微信、QQ和微博 这是微信的聊天记录接收的文件 我估计也很大 它可能认为这种聊天软件 产生的聊天记录和文件比较重要 建议备份 现在正在统计 要多等待一会儿 微信占了17GB QQ是2.5GB 微博是320MB 我的选择是关闭这些备份 如果你觉得微信的聊天记录很重要 建议开启 当设置好备份选项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手动备份了 为了方便理解 我先退回到桌面 重新进一次 首先进入设置 然后点击第一项 换一账号 点击下面的云空间 现在来到云空间的主界面 我们再点击第一个按钮 叫云备份 这个是云备份的主界面 点击下面的立即备份 剩下的就是等待了 他这说的可能需要等待一到两分钟 但实际上可能会比这个长 这个时候建议插上电源 经过两分钟的等待 现在备份已完成 本次备份的数据量是200多兆 在下面的恢复数据里 显示上次备份是2020年的4月10号 早上8点 然后点进去看一下 最新的备份是4月10号 还有一个其他备份 是2019年的11月1号 这样云备份就完成了 这个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